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们却不愿领受这祝福 这时候上帝管教我们 使我们听上帝的责备 从而使我们领悟过来 我父啊 求我父使我们从愚昧中警醒过来 能够得到主的祝福 今天使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听上帝的话语来认识到我自身的罪过与自身的错误 使我们在行为上纯正 做义人 使我们和我们的后孙来领受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我们相信在今天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 祷告 阿们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灵魂兴盛了 这时候在这世上凡事是亨通的 这时候灵魂兴盛的人 身体也得到健康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面临了问题 遇到了困难 但是始终也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总是找不到出路 而上帝告诉我们 这疾病是上帝来医治我们的 不仅医治我们的疾病 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任何问题都能解决 那么在这时间 如果我内心不平安的话 赶紧领悟 哦 分明我和上帝之间 关系现在已经断开了 那好多信徒就在想 我和上帝之间这关系断开了 那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过 得罪了上帝呢 我对身边的家人 我在人生中 我对我自己 甚至对周围的人 所犯的错误 所犯的罪过 正是得罪上帝的事情 这正是约安一书二章九到十一节 约安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家人 我周围的弟兄姊妹 我的妻子 我的丈夫 我的儿女 大家知道以福所说六章四节 儿女不属于我们的 诗篇一百十七篇三节 这儿女是上帝 交给我们的 属于上帝的产业 我们要照主的教训 养育儿女 那么主的教训 主的教养 到底是什么呢 主是三位一体 我们内心要服侍 这三位一体 我的心灵 要服侍三位一体 这时候是内心拥有信心的 是完全的信心 我内心拥有了完全的信心 我内心服侍三位一体 拥有了信心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 是以能力显现在我身上 这时候才能照着主的教训 养育儿女 而我们呢 自身都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光想去教育教训儿女 结果就毁了孩子 反而给孩子们身上 带来了很多创伤 给孩子的心灵带来了创伤 按照自己的情欲和人情来教育 结果毁了孩子 这就是我们的罪过 与我们的错误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这正是因为我和上帝之间 关系断开了 那么首先是我跟我周围的人 最亲近的关系 比如说我心里现在都不平安 正是因为我心里有罪恶的时候 从来没有认罪悔改 所以我心里就不平安 再加上我对周围的人 我对周围的人所触犯的罪过 这正是得罪上帝了 好多人都在心里思想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过 得罪了上帝呢 首先我对自己的家人 我跟我周围的人 我在工作上 我在单位里 无论对方是怎么对待我 我要以爱相待 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么做到的话 我和上帝的关系就已经断开了 出埃及记十五章 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又说 你若留意听 耶和华你上帝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力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阿们 所有的疾病 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谁呢 在这里提到的是所有的疾病 在这世上所有的疾病 无论是什么种类的疾病 这都是由上帝来主宰的 大家要正确地明白这一点 上帝和我们立下了允许 而我们却始终没有得到这么好的允许 上帝医治我们的疾病 就是我们身体上的疾病 不仅光是身体上的疾病 这里提到的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灵魂的问题 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上帝的话语 能剖开我们的骨髓 能使我们的灵魂都剖开 那首先在这里上帝提到 我们没有留意听耶和华上帝的话 我来读一遍大家听一下 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 你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要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 这是要听还是不听呢 上帝的话 耶和华上帝的话 我们领受基督的话语 存在我心里了 这时候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这里上帝讲话的时候 首先是我内心拥有信心的时候 才能听着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在信心里 如实实现的 我们要留意听耶和华上帝的话 这上帝的话语 是有奇系发生的 那首先有个前提是 我们要属于上帝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 我们不属于上帝的时候 是没办法听上帝的话语的 好多人说 哎呀来到教会听上帝的话了 是没错 是没错是在讲圣经讲圣经话语 而首先听圣经话语的时候 罗马书10章17节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才能听圣经话语 行为上虔诚被拣选了 这时候拥有信心 得到信心的礼物 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在这里首先前提是 我要属于上帝 我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虽然我们坐在一起 有些人领受了信心的礼物 有些人没有领受信心的礼物 而上帝的话语 只在信心里面 是如实有能力显现的 在我们教会 要求所有的信徒 把一句圣经话语贴在墙上 就是以福所书1章13节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持续不断地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再听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使我们听的是基督的话语 能让我们认罪悔改 罗马书10章17节 我认罪悔改了 完整地彻底地认罪悔改了 靠着基督的宝血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了 这时候做义人 使我内心肮脏误会的罪过 求基督的宝血全洗净 赶走一切的撒旦魔鬼 使我做义人 这时候使耶稣进入到我心灵里 使我拥有信心 大家知道义人的行为 在这世上是不会被沾染的 上帝保守住义人的心 不受世俗的沾染 唯独基督是我们的指导者 马太福音23章10节 由基督做我们的指导者 这时候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不会走向堕落 不会背叛基督 上帝保守住我们 使我们最虔诚的人 而上帝只拣选这位虔诚的人 诗篇4篇3节 并不是说来到教会就被拣选 这拣选是上帝的标准 来拣选我们的 诗篇4篇3节 我们找一下诗篇4篇3节 好多人来教会 就以为 哎呀万事以前上帝拣选了 我们不要自作多情 不要自作多情了 我们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得不到上帝的拣选呀 这拣选是上帝 以上帝的标准来拣选我们 诗篇4篇3节 我们来读一下1 2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分别 前程人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阿们 耶和华亲自拣选我们 拣选谁呢 耶和华拣选在基督里的人 在基督里生活的人 不被世俗所沾染 行为上虔诚 亚哥书1章27节 只有在基督里的人 上帝拣选 而且这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信心的礼物是 耶稣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提摩在前书6章11节 以弗所书1章13节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持续不断地 做四季段悔改 认罪洗罪 靠着基督的保险洗罪认罪 这时候行为上虔诚了 上帝认可我的行为是虔诚了 这时候被上帝所拣选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信心的礼物 得到了信心的礼物了之后呢 使上帝的话语 进入到我心灵里 能够使我完全地受洗礼 使自我完全死去 自己的理论想法全消除了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圣灵的礼物 领受了圣灵 才能听得懂上帝的话语 能听耶和华上帝话语的人 这已经是通过了很长很长的一种过程 能够领受圣灵的人 才能听主耶和华上帝的话语 比如说我在路边上 我说我要上火车 如果我要坐火车的话 我要进火车站里边 而且还要进到相应的站点 才能上火车呀 坐火车呀 我站在路边上能坐火车吗 首先要进火车站里 而且还要进相应的站口 我们要留意听耶和华上帝的话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领受信心 还要受洗礼 得到圣灵 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 这时候才是上帝眼中看为行义的人 大家知道光听上帝的话语 不叫义人 罗马书二章十三节 听了上帝的话语 不叫义人 听了之后 行为上还要完全地改变 行为上跟得上 行为上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是自我 如是遵行 这时候行为上 在上帝看来 得到上帝的认可 是行义的 所以今天我首先认识到自己 我都没有资格听上帝的话语呢 行为上更没有成为上帝认可的义人 所以来到教会 一直都是行为是心怀二意的 来到教会装模作样 当信徒 出了教会的门 就跟世俗的人没什么区别了 那这时候 疾病得不到医治的 治不了病的 大家要领悟 上帝是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 这是上帝的允许 上帝的允许是如实实现的 而当怎样的时候呢 当我们留意听上帝耶和华的话 而且行为上 要做上帝眼中看为行义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以复所说一章十三节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只要我们今天照着上帝的话语 这句经文如实地做 我们的灵魂就能兴盛 灵魂兴盛了 上帝就赐予我们智慧 大家知道灵魂兴盛 我们的灵能支配我们的魂 也能支配我们的肉体 因为这灵是属于上帝 是属于我父的 所以灵魂兴盛的人 这时候在这世上万事亨通 身体上自然就健康了 能得到身体上的健康 好多人想 好多人求医治疾病 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身上疾病 因为我们太碗梗悖逆了 上帝没收钱财 我还无动于衷 结果就让我身上有了疾病 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一节 我身上有疾病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我太碗梗 太不听话 不愿意领受祝福 所以身体上有了疾病 感情感恩感谢吧 我们呼喊阿门 贫穷了 也感恩感谢 身体上有了疾病 我们还要感恩感谢 因为上帝为了是造就我 为的是让我得祝福 因为我们总是不愿意领受祝福 上帝没收了我的钱财 我还无动于衷 有些信徒说 我现在钱财没有被没收 是呢 钱对我不重要的时候 上帝就先没收的是 我身上的健康 让我身体上有了疾病 而有些人特别看重钱 一旦没收钱财 这个人就能警醒过来的时候 上帝就先没收钱财 再说的各位 遇到困难了吗 感情领悟 这都是因为我心里太顽梗 不愿意领受祝福 这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管教 上帝赐予我们的钱财 是没有担心忧愁的 这世上的钱财财财富 是带着担心忧愁的 那不叫祝福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没有担心忧愁的 真言十章二十二节 这才是真实的祝福 带着担心忧愁的 那不叫祝福 那是灾难与咒诅 在这世上 世上的财富 世上的钱财 这都是带着忧愁和担心 很是煎熬的 而恶人的财富 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 如果大家和我成了义人的话 世上的财富 都是属于我们的 真切的志愿 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 而这一定是 当我们成了义人的时候 以福所说一章十三节 我们来读一下 不要着急地读 一次一句 我们领悟了读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边 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以福所说一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在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阿们 这是在哪里呢 是在基督里面 所以这一切是首先做四阶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 做了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进入到基督里 使我们遇见上帝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 进入到基督里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才能听上帝的声音 大家知道在这世上好多人养宠物 比如说我们家养了三十年 当然了一条狗的寿命都不到三十年 比如说这条狗跟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年 那活了三十年 一起生活了三十年 那主人讲话 那可能狗也能听得懂那么几句 一两句 那并不代表狗就完全听得懂人话 我们来到教会 但是始终没有进入到基督里的话 这就好比一个 大家知道我们跟狗能对话吗 要么我成了狗 我才能跟狗对话 要么狗成了人 才能跟人对话 所以这一切是 首先我要进入到基督里 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首先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信心 而且使我们得到圣灵的礼物 能够领受信心 能够领受圣灵 这是非常非常一个庞大的过程 是很可观庞大的过程 这正是持续不断的 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才能领受信心 也能得到圣灵的礼物 这一切都是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碎认罪 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再回到除埃及记 十五章二十六节 上帝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 这不仅是我朴牧师 能得到的允许 在座的各位也能得到 只要照着这句经文 如实领受 如实做的话 无论我们走遍世界各地 我们就能做上帝所认可的 一生啊 大家知道 所谓的博士学位 最终博士学位最高等的 就是医学啊 是上帝公认的医师 医生 我朴牧师走遍世界各地 虽然我没有什么医生 证照 证件 但是能医治疾病 从来不需要我的手碰这位疾病 只要讲上帝的话语 讲一句圣经话语 就能医治疾病 甚至在美国旧金山的时候 面对一个美国人 他是听不懂韩国话的 但是上帝的话语 却医治了他 这是上帝在做的 而世界医生协会里 面对上帝的医治 也没有任何的歧义 不足的仆人 我朴牧师 只讲了上帝的话语 这上帝的话语 正是能力 路教分一章三十七节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要听上帝的话 那这正是非常庞大的奥秘 能听上帝的话 这正是庞大的奥秘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章 十七节 怎样才能得到信心呢 当我们听四周段 悔改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听基督的话语的时候 而当今好多人 都不认识基督 好多人说 哎呀我听了讲道 而这讲道 根本就没有基督 大家知道 没有基督的讲道 都是谎言 是得不到恩典的 得不到信心的礼物的 就比如说 有一串钥匙 但是这里面 没有这金库的相应钥匙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大家能领悟吗 我们呼喊阿门 基督的话语和话语 是有不同的 使我们认识基督 首先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认识到 自身的罪过 就比如说 从釜山去首尔 我们坐火车 从釜山去首尔 那么去釜山 到首尔人类过程中 肯定有大丘 途中会经过大丘的 没有说 途中不经过大丘 那要绕着走吗 坐火车的路径 肯定在这途中 要通过这个大丘 也有大田 从釜山到首尔 这途中是有大丘 有大田 那基督的话语 到上帝的话语 这之间 就是我们通过基督的话语 认罪洗罪 使我们领受信心的礼物 再使我们得到圣灵的礼物 最终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阿们 信心怎样 我听什么才能得到信心的礼物呢 要听基督的话 这基督的话是能让我们认罪洗罪 做四季的悔改 这时候才能得到信心的礼物 以夫所说二章八节 而刚才是要听耶和华上帝的话语 以夫所说一章十三节 我真切地做四季段悔改 我常常听基督的话 通过基督的话 写罪认罪做四季段悔改 这时候使我得到信心的礼物 然后我再持续不断地做四季段悔改 这时候能让我听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这上帝的话语是以能力来显现出来的 我们来找一下铁撒罗那家前书二章十三节 唯独拥有信心的时候 这上帝的话语才会以能力显现出来 今天上帝赐予我们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可贵的祝福 大家知道这上帝的话和基督的话是有区别的 就比如说从釜山出发或者说抵达首尔 这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知道有一次我朴牧师参加复兴会的时候 很有意思 我到了火车站了 然后有人来接我跟我讲 哎呀是牧师吧 我说是的 您是第一教会的牧师吧 哎是的 您今天怎么没有戴眼镜呢 我说眼镜我放在我的兜里了 放在我的包里了 然后那位接我的人就接我到车里 然后从首尔站 我们开车大概有四十分钟了 但是发现 我跟他讲话这对话完全是接不上来的 这就是马马虎虎大概齐大概齐的时候会出差错呀 到了那个教会的门口了 才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教会 好像接错人了 当然了我朴牧师也不知道我去的那所教会的名字 但是分明这好像不是那个教会的名字 然后接我出面的那位牧师和我 两个人素不相识啊 第一次见面 从来没有碰面过 后来发现了 我是釜山第一教会的牧师 而当时那个教会是温泉第一教会 所以基督的话和上帝的话 这是肯定是有不同的 第一教会 是第一教会没错 而我是釜山第一教会 人家是温泉第一教会啊 所以接我来的那位牧师呢 还在首尔站等我呢 而我呢 却跟着别人先出门了 那是因为我以为人家是来接我了 是的 人家问我您是牧师吧 对呀 我是牧师啊 这就是马马虎虎 大盖琪大盖琪的时候 真会送人去地狱了 会出大事的 大盖琪大盖琪 这其实是很可怕的呀 我们讲话要很清楚 釜山第一教会和第一教会肯定是不同的呀 那也有其他的第一教会 首尔第一教会或者是温泉第一教会 那人家又问我您是牧师吧 对呀 我是牧师啊 那他就问我 那您的眼镜呢 我当时戴了墨镜 然后我把墨镜放在包里了 原本要接的那位牧师 是本来就戴着眼镜的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里说到主 上帝 真理 这分明对应的 相应对应的 都是不同的 为什么上帝让我经历这样一次 失误呢 我发现首尔站确实挺有意思的 出口 有两个方向 所以有时候很难碰面 本来那个教会要接的那位牧师呢 不知道怎么这两个人没有碰面 然后后来回到首尔站 我才遇到本来要接我的那位信徒 这是小小的失误 而我们不正确地领悟上帝的话语的话 是无法去天国的 得不到医治 而且万事也不亨通啊 基督的话 基督的话 我们听了基督的话 这是让我们在信心的出发点 使我们通过基督的保写 洗碎认罪 从而领受信心 铁撒罗尼加全书二章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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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上帝 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上帝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难以为是上帝的道 这道实在是上帝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阿们 难以为是上帝的道 拥有信心的人 听道的时候是要以上帝的道来领受 这时候就有能力显现 有奇迹发生 我们要留意听上帝耶和华的话 那这时候 首先我靠着基督的宝血洗罪认罪 真实的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 进入到基督里 再持续不断地做这些段悔改 使我领受信心 这时候才能留意听上帝的话 领受了信心之后还要得到圣灵 这时候才能听上帝的话 这是很大的奥秘 很庞大的奥秘呀 我们领受了信心 而且完全要受洗礼 使自己的想法理论全消除 这时候才能受到圣灵 得到圣灵的人 才能听上帝耶和华的话语 内心拥有信心的时候 听了上帝的话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 才运行在我们心里 有能力 如实地显现出来 这是非常非常锋利的 上帝的话语是非常敏锐 非常非常锋利 非常准确无误的 希伯来说四章十二节 这是非常精确无误的 我们留意听上帝的话 能听上帝的话语的 这分明是已经有了信心 拥有信心的人 能有能力显现出来的 而且听了上帝的话语了之后 我们还要怎样呢 我们最为小心 我们最为谨慎的是什么 凡是认为自己站得住了 这时候我以为我站稳了 这就是跌倒了 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 祷告稍微得到允许了 心里稍微高兴 有了好事 就开始不再做四季段悔改了 那没过多久就跌倒了 就成了死人了 就比如说 我现在特别高兴 我就堵住自己的鼻孔 不呼吸 不过五分钟 这人命就没了 我以为站稳了 这就是跌倒了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 不停地认罪喜罪 做四季段悔改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 时时刻刻地认罪 做四季段悔改 保持感恩感谢 在基督里生活 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 这上帝的话也在信心里 如实地运行 有信心的时候 照着信心如实为我们成就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然后这时候呢 就有奇迹发生 一旦有了奇迹发生 这时候就开始跌倒了 有奇迹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谦卑下来认罪悔改 而往往好多人有了奇迹 有了好事发生 就开始飘了 就开始高兴了 就不认罪不悔改 结果就跌倒 一旦我飘了的时候 这就有缝隙留给撒旦了 所以以夫所说一章十三节 是时时刻刻持续地 保持着做到以夫所说一章十三节 持续不断地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千万不能飘 一旦飘了就有缝隙留给撒旦了 我们要稳稳地站在 牢牢地站在磐石上 牢牢地站在四季段悔改上 做义人 这时候上帝医治我的疾病 上帝医治我的疾病 感受我内心的恶魔恶鬼了 但是呢 我一旦又跌倒 一旦我又飘了 结果又回到魔鬼里边了 我们听上帝的话语 首先是要进入到基督里 持续不断地做悔改祷告 然后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听了上帝的话语之后 能得到允许 照着上帝的话语如实做 能得到允许 但是得到允许了之后呢 就开始飘 就开始自以为站得稳了 就开始走向跌倒了 所以上帝让我们 持续地做义人 以夫所说一章十三节 上帝是让我们持续不断地 在基督里生活 保持义人的生活 以夫所说一章十三节 以夫所说一章十三节 是要持续不断地做 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不至于跌倒 不跌倒的人 上帝才会给我们允许啊 就比如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钻石 能有这钻石 那可了不得了 比如说有了这钻石 能医治疾病 但是这钻石是滚烫滚烫的 这盘子不能翻了 那我一看这盘子 眼看就翻了 能给你这个钻石吗 不可能的 以赛亚说四十九章十五节 上帝是比我们的亲生母亲 更加爱我们 我们的生活中 没有持守住义人的行为 是得不到上帝 此与我们的允许的 我们一旦有了好事 疾病得到了医治 就开始不再做四阶段悔改 甚至好多人离开基督 甚至背叛基督 这时候是不行的呀 上帝医治我们的疾病 我们的灵魂兴盛了 上帝医治我们的疾病 使我们健康 而这时候还要听上帝的话语 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了之后呢 行为上要纯正 听了上帝的话语 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是有奇迹发生 但是好多人 一旦有了奇迹之后 就开始背叛上帝了 就跌倒了 而上帝是不愿意 让我们跌倒的 一副所述一章十三节 我们持续不断地 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能抑制所有的疾病 持续不断地 做四阶段悔改 这就是在基督里的生活 始终在基督里的生活 这时候不离开基督 大家要好好领悟 只要在今天 大家能够顺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这句经文 大家就能灵魂兴盛 上帝进入到我心灵里 在这时候 上帝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 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解决我们儿女的问题 真切地志愿大家 领受这祝福 照着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是在信主的心里 如是运行 如是有奇迹发生的 这一定是能行的 我们听上帝的话语 首先是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进入到基督里 而且还要持续不断地 洗罪认罪 这时候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能领受信心的礼物 而且持续不断地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受洗礼 我们受洗礼了 这时候上帝的话语 赐予我们圣灵的礼物 我们得到了圣灵的礼物 这时候 我还要靠着上帝的话语 洗罪认罪 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上帝使我们 在圣灵里虔诚 这时候上帝使我们 在圣灵里圣洁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 因为耶稣基督上帝 是圣洁的 我们领受了圣灵 行为上前乘 行为上圣洁 这时候才能做到顺从 彼得前书一章二节 这时候就有奇迹发生 得到圣灵了 行为上圣洁 前乘了 这时候顺从的时候 一定是有奇迹发生 彼得前书一章二节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祝福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要领受这好的祝福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 如此好的奥秘 如此好的祝福 相信在今夜 一切折磨大家的恶魔恶鬼 撒旦全离开 折磨大家家庭的恶魔恶鬼 全离开 相信大家在今夜 找回健康 凡事哼通 把好的幸福留给儿女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现在我的心里 我还在捆绑着什么呢 在这时间 求基督的宝血 洗净我一切的罪过 求我父使我们 告白自身的罪过 上帝是爱我们的 只有上帝是爱我们的 为了爱我们 为了医治我们的疾病 为了使我的灵魂兴盛 为了使我的世上 凡事亨通 上帝是自己最爱的儿子 在十字架上 受尽痛苦 真的是为了我们 留下了宝血 相信在今夜 我们在这里 向主认罪祷告的时候 我们家里的家人 也能得到医治 就愿大家领受允许 得到医治 是心愿得到实现 把好的幸福 留给我们的子子孙孙 主啊 十字架上的那爱 在十字架上的 留下的那宝血 正在今天 为我们留下 解决我们的问题 把好的祝福留给我们 主啊 求主使我们向您 承认告白我们自身的罪过 我犯了这样的错误 我犯了这样的罪过 我的想法 总是这样肮脏误会的 求圣灵赐予我们领悟 求圣灵赐予我们醒悟 求圣灵更强的运行在这里 使圣灵的火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 使我们得到医治 使我们的问题获得解决 求更强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灵里 求基督的保血 洗净我们心灵一切污秽肮脏的罪过 求基督的保血 洗净我们身体里一切肮脏的罪过 求主医治我们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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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医治我们所有人的疾病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所有的疾病 求主医治我们 主啊 我们心灵的疾病 求主医治我们 我们身体上的疾病痛苦 求主医治我们 使我们所有人的问题都获得解决 求我们所有人能够在这世上 凡事哼通 求主保守住我们的心 使我们持续不断地 靠着基督的保血 洗罪认罪 使我们得到医治了之后 不要再跌倒 使我们得到了应许之后 不要再跌倒 求主保守住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持续不断地 靠着基督的保血 洗罪认罪 我父上帝 我们感谢您 我父上帝 我们感谢您 我父上帝 我们感谢您 求基督的保血 使我们一切肮脏污秽的罪过 得到洗净 使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 使我们身体上洁净 求基督的保血 洁净我们的身体 求基督的保血 使我们的身体洁净 主啊 在这时间 求主赐予我们 奇迹 使我们每个人领受允许 求主降临奇迹 在我们身上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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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